身穿筆挺西裝 瑟維亞總統武器棋 八號赴法參訪 法國總統馬克宏更走下台階 上前熱情迎接 不只馬克宏為瑟維亞加入歐盟 啟動談判戰勝 同時瑟維亞此次還將與法國簽署合約 購買12架標封多功能戰機 在法國停留期間 武器棋還會晤了法國軍方將領 和達索公司代表 他透露合同預計在未來兩個月內簽署 馬克宏將出席簽字儀式 武器棋還提到採購標封戰機 將奠定色國與法國間 擴大國防軍事及其他領域的合作基礎 雖然目前相關細節與金額未正式公布 但瑟維亞媒體透露 整筆金額價值約32.5億美元 約核新台幣一千零股十億 值得注意的是 塞爾維亞是俄羅斯武器的傳統購買用戶 近年來還和中國加強了軍事合作 不過色國在權衡利弊後 仍選擇向西方國家扣攏 近年來採購包含 1.08億美元的軍用直升機 七千一百五十萬美元的兩架 C295運輸機 還有一千五百萬美元的地勤設備 和飛官培訓服務 及十八套共五十枚飛彈的西北風仁溪式防空飛彈 不過一系列採購軍武動作 讓人不禁聯想到瑟維亞 與蝦林的科索沃北部地區色役族群的衝突加劇 二十五號武器奇就在臉書張貼不詳的警語 並含糊的說瑟維亞會在未來的艱難挑戰中 戰鬥並獲勝 引發擔憂 難道吳七奇這段文字是暗示將對科索沃動手 雙邊關係不見和緩 加上瑟維亞高調擴充軍備 使得巴爾幹半島是否緊張升溫 再先關注 三零新聞 引致其報道